我們要傳遞的訊息 實際就是這個 源自於 來自於非洲的這個訊息 那為什麼我們叫做拉丁爵士呢 因為拉丁音樂跟爵士音樂 其實他們就像表兄弟一樣 他們有同樣的祖先來自於非洲 可是呢 在1940年代的時候 他們在美國相遇 變成這樣一種音樂的一個結合 所以大家每次聽到 有聽到古巴音樂 聽到拉丁音樂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這樣的樂器 叫做Konga 那大家的律動在哪裡 大家跟著我一起拍好不好 我們拍一跟三 有沒有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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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現在大家做呢 剛剛跳得好開心 這就是要感受拉丁音樂的這個律動 我們講說它的呼吸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在一跟三上面 那 可是我們要轉爵士哦 爵士的時候 重拍是在二跟四 所以我數1,2,3,4,我們請Takesh Takesh會彈Swing的節奏 讓大家聽看喔 1,2,1,2,go,Swing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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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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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大家感受到兩種不同的語言 可是常常他們是表兄弟在互相撞擊在刺激的對方 OK 謝謝 所以這也是這個音樂 我們給他們一點掌聲好了 也就是這個音樂很有趣的地方 那當然今年是Suey La Lai第四年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當然要超越這個第一堂課 有沒有 現在要教大家打一個節奏叫做Clave 我們以前也做過 那假如是第一次聽到Suey La Lai的朋友 我們想要傳遞給你這個訊息 當然今天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 原來有一個節奏叫做Clave 那Clave呢 它把古巴音樂的節奏整個鎖在一起 Clave就是鑰匙的意思 所以我們請趙桂敏老師來演奏Clave給大家聽 大家試試看喔 看可不可以重拍在1跟3 可是試著去感受這個拍子 我們要轉一個簡單一點的2-3 我們要轉一個簡單一點的2-3 現在是3-2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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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像都會喔 所以來台東決施音樂節的人 應該都會有這個節奏對不對 假如你想要繳學費的話 可以到收留 Bird There Facebook 按讚 支持我們的 Facebook OK 所以接下來要演奏的這首歌 這首歌呢叫做After Sunshine 也是我最近寫的一首歌 那這首歌就是有結合了紐澳梁的節奏 再加上爵士樂的Swing 所以大家試試看去感受Swing 跟拉丁的這種結婚 他們兩個是要合在一起的 因為其實早期的紐澳梁 受南美中南美的音樂影響很深 所以我們來聽這首歌叫After Sunshine 字幕秽 Went Smith 那果然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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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